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扬州被帮送到了清华大学 去读日语专业 平时我的学习非常独特的一个点 就是我把学习跟我的生活 或者说我的娱乐分得很开 就是学习数学方面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点分 但是我还是兴趣时量 我三年普及数学我就感受 我觉得生活没有的乐趣 就是自己的脑袋好像就磨掉了 不光光是学习还有对待生活的一些事情上 大家自己都比较麻烦 我希望一个东西来给我激活它 这个东西都只能是数学 我可以什么都不学只学数学 很享受那个探究难题的过程 从遇见难题开始 可能思路进入了一个卡卡的状态 到慢慢地找到方向 然后慢慢地攻克它 就是这个过程是我非常享受的 然后有的时候 我如果说碰到了数学比较困难的语习 我很多时候刻薄是不去吃饭的 我不会去教室 我就在我的位置上做学会见的 我觉得薄学带给我的不仅是那个分数 它还有思维上的一些牺牲 就这些思维它是到哪里的使用 我可能在俯修这方面 可以考虑到偏离的一些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dedic